台灣在今天確診了第23例了 幸好這第23例 我們從整個追溯 它的來源的部分 是同樣在一個家庭裡面 而就是那個過世的問獎 他傳給了四個人 可是許多人就開始有點恐慌 算一算時間下個禮拜二 可就要開學了 許多的同學們 就要到學校去上課了 這個時候 台灣的整個防疫控制 是否還是一個穩當的狀況 如果說不穩當的話 民眾的心裡面會慌 真的已經慌了 白牌車問獎之死 現在是全台都大警戒 那麼尤其你剛剛提到 在今天確診的他這個妹妹 其實他出驗的時候是陰性 驗了四次之後才確診 第四次才確診 對 所以這讓大家更緊張了 那麼當然現在 包括他的整個接觸史 他的乘客是遍及南北 以及他所接觸到384個人 目前都要追蹤列管 我們聽到台灣又多了一例 23例 很多人可能會有點擔心 但是其實相對來說 還好的原因是 雖然有新增益率總是比較不好 可是問題是至少 還是我們這位 第19例白牌車司機他的家屬 這位白牌車司機1月27號咳嗽 2月3號就醫 2月15號確診 然後也在當天就不幸過世了 然後2月16號 公布了確診病例之後 我們就開始回溯清查 然後鎖定他所有的感染源 跟接觸對象 現在在全面的檢控監視中 但是他們到底 他妹妹是怎麼得的 我們回溯還是1月27號那一天 也就他們在吃飯的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那一天他的媽媽坐在他隔壁 然後他的外甥女婿 坐在他的鞋對腳這個地方 結果也中了 然後他的弟弟坐 他另外一個鞋對腳也中了 可是這個桌子 是11人坐在那邊 這個桌子還滿大的 對 所以這個很難講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是噴到菜上 或是噴到什麼地方 因為口沫我們自己也看不見 是 飛沫傳染的話 可能在菜上面而傳不過去 對 這個都很難講 他的妹妹剛好距他也滿近的 因為就他母親旁邊 所以到最後也確認了 他應該也是得了新冠肺炎 但是比較讓人擔心的就是 因為他檢測了四次之後 才檢測出來 第一個這個病毒 可能真的非常刁鑽 第二個就是 我們隔離過去 這些隔離出關的這些人 他檢測了幾次 他到底能不能確認 所以這個大概也是 許多人比較擔心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寫優天是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是 全力在追蹤中 比如說現在 他這位白白車司機 包括他弟弟所接觸過的對象 還有那一位浙江台商 就是我們疑似的感染員 所接觸的對象 我們全面的清查 包括車行 醫院 餐廳 家庭 載員 乘客 目前已只有384人 然後49人居家隔離 其餘自主健康管理 甚至他的乘客 因為還好 我們運氣不錯 他是白白車司機 所以他都是接受預約 所以我們從他通年紀錄 有調出來 他總共這一段時間 載了117位乘客 最遠到台南屏東都有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 也全部都把他追蹤出來了 那也正在做進一步的處理 希望一切能夠平安無事 我們如果從整個時間軸來看的話 這位浙江台商 他是1月22號 從浙江返到台灣 清泉岡的台中機場 然後接下來 他在1月30號的時候 他到了一個診所去 覺得當時診斷他 可能是上呼吸道感染 一直感冒的徵兆 對 可能認為是感冒 然後一路這樣診察到過來 到2月10號都以為他會感冒 後來他好像自己痊癒了 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這位司機 他是1月22號機場接送 就接到這位台商接觸了 然後1月27號家族聚攤的時候 可能就疑似傳染給 他自己的4名家人 然後1月28號的時候 他去藥局買藥 2月1號的時候 他到診所就診 然後2月3號 在急診室待了8小時 現在很多人擔心了 你在急診室待了8小時 當時你在1月27號 都可以傳遞給你的家族 2月3號你待了8小時 不會傳給那些醫護人員 還有當時同期診室的病患嗎 還好我們也滿細心的 就是調了當時的監視器 所以看到第一個 他所處的地方是一個角落 然後當時不管是醫護人員 還是所有病患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穿得很完備 這些防護的措施 口罩這些東西都準備得好好的 他跟其他人距離又遠 原則上應該不太可能 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監測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種 滴水不漏的方式 逐一的去清除所有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得 還算滿仔細 滿道地的 現在防疫小組鎖定了三大族群 就是第一個 1月25號到2月3號的時候 這些乘客 包括他還有他弟弟 所搭載的這些乘客 目前117人中 有9個人出現的症狀 採檢後一個人陰性 8個檢驗中 我也必須說 如果以他們沒為例子的話 恐怕也不是檢測一次就夠了 當然 對 恐怕要持續的檢測 所以這一些群眾 可能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可能要經過幾次檢測之後 才能確認你跟大家的安全 同樣的計程車行的司機 目前53人中 有一個人有症狀 現在採檢 但是也是呈現陰性 其他沒症狀的 我們也是持續監控當中 家庭 藥局 診所 醫院 這些相關醫護人員 目前我們採檢全部也都是陰性 當然也進行了隔離 跟自主健康管理 現在我們最怕是中間空窗期的 這個地方 所以像他的外甥女婿才31歲 他的工廠 公司現在全面停工 58名員工全部不用來 為什麼 因為也是擔心會出現一些漏洞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做得滿仔細 每一個地方都有去兼顧到 可是反觀日本 日本鑽石公主號 今天終於開封了 首批500名乘客今天下船 可是下船的時候 我們以為會有很仔細的 檢疫跟監控 就好像不是 就是這500名人員只要一檢 你陰性 每次就直接上了這個 有十台八市 結果我們載到各自的這些 大眾運輸點 然後就不禁體解散 上 就跑了 他不是通到另外的隔離所 不是 而是叫他們回家去了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搭新幹線 有的人可能就搭地鐵 有的人可能搭飛機 就到處失散不見了 請問一下接下來萬一 跟他們同車的乘客也很可怕 我想這些乘客也不知道 對 因為你也看不出來 這些人頭上還沒寫字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這又是千千萬萬人 如果真的有什麼 是 而且一下這麼多500人 請問一下 你到最後怎麼去追蹤 對 你恐怕也很難追蹤了 所以日本為什麼這次這麼大意 真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我們看著 日本現在目前確診的案例 每天都在增加當中 有些人就說 日本再這樣下去了 會不會變成第二個小武漢 可是同樣的 我們從問獎的案例當中 也可以看到日本有一個問獎 他染病之後 後來有記者 也是現在進行隔離的狀況 但有人就說到 這個記者群之間 有些人跟安倍晉三 內閣的關係好 會不會到時候 連他們的內閣都染病了 這樣子 日本的整個行政體制 會不會癱瘓掉 我是覺得首相安倍晉三 現在是非常緊張 因為那位女記者 他就是貼身採訪 對 所以現在整個 還有其他內閣官員 我覺得現在應該都是 皮皮剉的情況 那麼包括剛剛你特別提到了 很多人就說 日本尤其是東京會不會成為小武漢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稍後來好好的比一比 但迎來了解 不過在今天我們看到 日本首次出現了 10多歲的確診病患 然後鑽石公主號 雖然已經放人下船了 但他的確診人數 今天又增加了 對 他一直不斷的在飆高 所以你就會發現日本怎麼了 為什麼每天的消息 越來越驚悚 是 這個疫情的火 怎麼會燒到安倍 原因是上禮拜六 大家還記得 日本東京一個電視台的記者 他只是單純採訪一個計程車司機 採訪的採訪者 計程車司機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保健所說 你確診了 司機驚恐 然後他就是記者 記者更驚恐 因為就近距離在採訪 大家去看 這種驚悚的巧合 這史上未見 好啦 結果這個記者馬上求救 現在他求救醫療單位之後 他現在被隔離 可是我問各位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 日本的共同通訊社 他也發布了一個命令 緊急的通知 他說我們在17號的時候 發現我們有10個記者 然後曾經在1月底2月初 他包了一個計程車司機 來處理他們的這個公司的業務 你知道他們包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是哪位嗎 就是我剛剛說的 電視台記者採訪的 你說確診的那一位 那個計程車司機 60多歲的計程車司機 好啦 這又是另外一個驚恐的巧合 結果這10個記者 現在也都在自主管裡 但裡面有一個女記者 這個女記者被人家發現 她是我們講的內閣線 內閣線什麼意思 就是她去跑的是負責在採訪安倍的 你看這個循環圖 大家看一下 他在採訪安倍的 也就是說他有近距離 跟安倍晉山接觸 是 他也採訪安倍的秘書官 他也採訪很多的 日本的內閣的一些大臣 大家去想 我某一個狀況給大家看 比方說你是安倍 你是秘書官 我是那位女記者 我等於是 天天都跟著你爬爬罩 麥克風距離就可以了 然後要採訪一公尺的距離了 還不會這麼遠 對 我跟你講話的時候 我有沒有可能跟你接觸 或麥克風上面 由我間接的病毒而傳染給你 當然我們必須要講 這個女記者現在目前身體狀況 都很健康 可是我們不排除 任何無症狀感染的可能 這樣子 你是秘書官 你會說也許他跟安倍 不一定有那麼巧 我問各位 如果我曾經碰過秘書官 秘書官我可能自己上有碰處 秘書官你再去碰 你再去碰安倍 如果這樣的話 豈不是整個內閣的行政團隊裡面 全部都可能有問題了 所以他們就講就是說 姑且先不論安倍好了 不論首相 但是如果秘書官 日本內閣 甚至可能到時候延燒成 我們講的就整個黨 甚至整個官邸 日本首相的官邸 那還沒有 現在也有人就說 你們這個日本人 是不是有點太輕忽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講了有幾個很誇張的政策 比方說2月17號 他公佈 後勞省公佈 說你發射到37.5度 你還得連燒四天 才能諮詢就醫 2月18號 無症狀感染者 本來隔離時間是12.5天 結果現在縮短成兩天 大幅縮短 大幅縮短 所以現在民眾開始恐慌了 民眾有人就開始質疑 說你現在日本政府 是不是有點太過樂觀 也就算了 還很誇張的政策 到時候日本的東京 會不會變成下一個武漢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地方 跟武漢一開始的狀況很像 那個發展的軌跡 我馬上列舉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零星病例的出現 當初武漢一開始 本來也是只有少數幾個 12月8號的時候 在海鮮市場說41個 然後吹哨者還被說是造謠 對不對 東京呢 東京一開始也是零星的 可是後來你看 我現在講話的同時 已經確診76例了以後 然後有22例在東京 這已經是三成的比例 千萬一 再來感染源不明確 因為一開始武漢 你根本沒有辦法得知感染 因為它速度太快 感染源到底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說武漢的海鮮市場 你確定嗎 他也不敢確定 現在都不確定 那東京呢 東京一開始到現在 已經陸續出現了沒有旅遊史 沒有接觸史的這些 PT開花的冒出來 這種情況可能會越來越多 對 我們再來講最終困難 最終困難武漢一開始 他找不到零號病人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第一個感染者 那只好什麼 封城來降低傳染的機率 東京難以確認傳染的入境 他承認了 而且他也說 現在進入擴大感染期的 但是東京絕對不敢封城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但我要講 還有一個防疫太多不夠積極 武漢的一開始 官員都為了兩會 可能要順利舉行 所以他們刻意的隱瞞疫情 而東京 他們現在就沉醉在 要辦東京奧運 然後希望能夠做 大陸觀光課的觀光財 他們也一開始 不全面禁止入課 剛剛倩惠講得好 你說武漢 他畢竟是大陸的體制 他是說封就可以封的 東京能封嗎 我來問各位 東京如果一開始 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像武漢一樣 最後變成要封的話 你曉得東京如果他封 他到時候如果全面管制 20小時進出 然後還可能類似一種軍管狀態 物資要配送 日本東京的民眾會說 你侵犯了我的自由 你現在把我等於是當成 在軍管的這樣一個人 在管制的話 他可能會暴動你 他們連馬拉松都不停辦 是 他可能會暴動 那還沒 你知道東京 東京是一個多大的經濟體系 你去看那個澀谷車站 他尖峰時間3000人過馬路 是不是 只是一個紅綠燈 然後現在將近有14000人 1400萬人口的東京 他的GDP可是 如果以2016年的統計 他一個東京把他當成國 他的GDP超過了加拿大 超過了南韓 你說他能封嗎 他要是真的封下去 我看東京的人會封吧 新冠肺炎到了現在 大家都在說要追納0號的病人 可是這讓我們想到電影的 末日一戰當中 許許多多的人 快速的受到了病毒的感染之後 完全都產生了一個變異的狀況 這樣恐怖的場景 現在新冠肺炎會不會 同樣在21世紀的時候 在整個地表面上逐漸在擴散 逐漸在蔓延當中 但0號病人他究竟在哪裡 對 0號病人現在是持續追查 但難以找到 所以盛媒告訴我們 0號病人為什麼這麼這麼重要 現在十萬火急要追0號病人 是因為要找到感染源 找到感染源才能製造出 抗病毒的血清 例如末日之戰裡面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狂犬病的變異之後 就造成了0號病人的人藥人 接下來這個蔓延的疫情 非常嚴重 末日之戰裡面的這個感染源 就來自於狂犬病的變異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部電影 叫全境擴散 各位記得嗎 在這個全境擴散裡面 這個電影 這個女主角叫貝斯 她到香港去出差 從香港回來之後立刻發病 接下來只有幾天的時間 就死亡 在這個電影裡面 病理學家認為貝斯 就是頭號病人 但是我們要問 這個0號病人 他的感染源是什麼 這個電影還原了 他感染的整個過程 傳 最後傳到了貝斯的身上 所以他就成為了什麼 成為了0號病人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0號病人 因為非常重要 感染源到底是什麼 今天因為有媒體報導 我們原先是認為 整個的傳染源是來自於武漢的 華南海鮮市場 有人說是因為你們吃了這個野生動物 所以造成了這個大規模感染 可是今天有這個媒體報導說 似乎不是這個70多歲的老先生 應該才是0號病人 為什麼 因為收治這個老先生的 這個醫院的醫生是說 老先生12月1號發病了 12月29號送到金銀潭 後來確診 所以他們認為老先生是最早發病 為什麼 因為12月8號有三個病例才送進來 這三個病例當中 其中一個人是包含在 華南海鮮市場工作的攤商 所以也有一些醫藥界 就是醫學方面認為 這個老先生應該是0號病人 可是各位 奇怪 老先生跟華南海鮮市場 沒有任何連結 他的家距離海鮮市場 可能有4到5個公車站 這麼遠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有去過 也沒去過 沒有 老先生70多歲了 他是腦梗病人 也就是說他長期臥床逐步出戶 他是怎麼去感染的 根據收治他的醫院的醫生 剛剛還說老先生也並沒有 呼吸到跟發燒的症狀 只是最後確診 他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所以到底他是不是0號病人 目前不能完全確定 美國生物學家叫理查德 這個人 這個專家他就特別提醒大家 最近大家都在做這個病毒的 DNA的研究 對不對 好 對病毒的基因組測序 就是我們來測這個基因組 沒有證據表明病毒經人工改造 但是不要忘記 他說也不代表著 可以排除病毒由實驗室 進入人群的可能性 日本現在預免的大災難 它可能會變成第二個武漢 但是現在所有的醫療團隊 大家所要找的就是那0號的病人 可是0號的病人究竟在哪 許多人都一直在質疑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在目前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要追溯源頭 千惠看來真的是非常的難 沒錯 尤其台灣這邊 現在非常緊張 在今天我們又增加了 一名確診病例 就是這個白牌車駕駛的妹妹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妹妹也讓我們很緊張 因為她初檢才是陰性 結果是驗了四次之後才是確診 所以朱醫師 這種情況我們每天都聽到 怎麼辦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在大陸你要去找0號個案 已經是意義大概已經不太大 反而是太真的 因為它已經7萬多個 將近全部都是武漢人對不對 然後它已經一代一代的 這樣傳下來 只能是說不要再讓更 其實我覺得武漢他們 封城已經兩個禮拜了 因為從除夕前對不對 1月23號開始封 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 對 所以事實上 我一直在懷疑說 他們封城的效果 到底為什麼沒有出現 不來 對 本來就是說 應該把它封在自己裡面 一直等到沒有症狀 一個月的再出來 奇怪 就是還一直報個案 表示說前面更有 更多的一些感染 因為那時候沒有試劑 沒有檢驗 沒有看到 現在已經有試劑的 有大家提高的警覺 所以個案一直報 所以他們在有一天 把全部的輕症個案 或是沒有的個案 或只要電腦斷層看到 就全部都說是個案 這個其實也是對他們有一個好的 就是說反正我量能夠做到這麼大 我就全部都收了 收下來之後 然後你在新發的個案 就會比較少 希望基牛這個機制 可以把這些感染的人 就是把它局限在自己的家中 好好的去看管這樣 這個第19個個案 是非常嚴重的個案 而且會造成大量的傳染 而且可能他已經不幸的去世 最起碼大家會警示出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感染源 或者是我們說 在我們這個社區裡面的 零號個案 或者是第一個指標的個案 這個是不知道 他還會不會再傳播到出去 是不是隔壁桌或是餐廳 隔天的會不會都影響 所以這個是一個優的 大家要擔心的 但是幸運的是說 我們已經馬上的 把他的所有的街的客人 或是餐廳吃的客人 馬上再找出來 找出來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一找出來之後 就可以馬上驗到病毒的消價 今天這個案例不就是 還是一性 對 對 到第四次才 所以我在推想 是不是有一些個案 他的病毒量不是馬上的上升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他的潛伏期 可以從2天 14天到現在 還有甚至有說到3個月以上的 事實上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我們要一直追 一直追 一直追到他陽性出來 才是確信 才可以放心 但是相對的我們也可以說 因為追了那麼久 他並沒有傳播很多 或並沒有發生重症 所以這表示說 他也沒有那麼嚴重的說 會馬上 不像第19個案例 他馬上就去世 死亡 所以事實上 他是不是跟人體 就達成了一個妥協 他慢慢的漲 讓你的慢慢的適應 到了終於有一天 你驗到了 他是陽性 可是好像也沒有什麼 很嚴重的症狀 所以我剛剛就說 我們最近我們的疾管署 或者是防疫中心 他們針對的這些個案 去做了一些的 特別的這些調查 或是發現了更多的個案 其實我們一方面也要安心 表示說每一個都可以抓到 然後慢慢驗 慢慢驗 把它們驗出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說 會不會還有類似 在社區內傳染的個案 然後我們其實現在 大家應該要做更好的 就是說真的是要保護好自身 甚至有症狀就不要再出去 這樣的話才可以避免 社區內的感染變得更多 或是更廣 我覺得這個才是 大家要特別小心的 大家也可以發現 在感染的這個期間 是很長的 前面其實越來越多的個案 說都是第一次是陰性 第二次陰性 第三次陰性 第四次才陽性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感染 可能是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怎麼樣不致死 致命才是重要的一個 後續的處理 是 台灣要警覺 但是不要過度緊張 我覺得日本才要緊張吧 因為現在一直說 東京會不會成為第二個武漢 尤其我們說在今天 鑽石公主號已經是隔離期滿 也放了500人下來 那麼但日本政府 就把他們所有人 載到車站之後各自解散 還跟他們說回家了之後 也不用繼續隔離 你說其他國家 或是台灣這些回來的 還要隔離 要隔離 所以我不知道 署長 日本這樣的處理 這個是真的很放心是不是 還是聲音太大了 自以為是醫藥衛生大過 不過這一次將來在防疫的課本上 將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個案 因為你想看 他有500多人發病 那麼今天解散的時候 有的人正好才剛感染 所以應該要隔離在14天才對 如果其他的國家 像我們的話一定這麼做 那麼另外一點 這個公主號 用的是14世紀的方法 今年現在是21世紀 你說用700年前的方式 對 因為以前 這個有一個海港城邦 叫做威尼斯 那個時候怕瘟疫帶到岸上來 所以船停在外海40天 如果有得病的 有傳染的 他一定會得病 然後得病了40天都沒死的 就可以上岸 就是健康了 我們這個公主號 他根本就不應該 當作隔離的一個場所 對 在船上 因為你這個2000多個旅客 也許一人一間 兩個人一間 可是服務的人員 通通沒有防疫的這種措施 也都沒有接受防疫的訓練 他們每天都要去送餐 裡面有些人已經中標了 對不對 然後這些服務的人員 他們住的是統倉 他們自己就互相感染 而且一個床位 可能要兩個人住 因為服務的人員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用肚臍想 很抱歉 這有點對日本人不太禮貌 用肚臍想 船絕對不是一個隔離的一個好地方 應該就是把有症狀的 送到醫院去服牙病房 我怎麼樣處理 那麼沒有症狀的就要做隔離 日本這麼大的國家 要把它隔離是很容易的 就是分開隔離 隔離不一定要服牙病房 只要大家分開就可以 但他們是現在下船了之後 也說不用隔離 那他們怎麼會這麼趕 都不怕會有漏網之魚 我不知道他以為他們這個 他覺得說這個 他把它當作流感 他把它當作流感 反正我醫療資源很豐富 我就維持療法 支持療法 所以這個是從來沒有想到 日本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一開始我就說 我們的社區破功 這是很正常的 一定會發生的 我會講一定的 對 你只是說時間看多久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所有的防疫專家都說 我們是對大陸炸鍋的這個地方 是最近的地方 那麼兩岸血緣文化又是相同 但政治體制完全不同 政治體制不同才麻煩對不對 我們本 政治體制不同 那麼人家都認為 我們來往又那麼密切 所以我們應該重災區 所以做到今天 我們應該給這些防疫的人獎勵 當然我們也不會是100分 我也提了很多意見 也不一樣的 那麼所以一個是 大家過度的緊張 對於疫情是不利的 我們比方說 反而這些人會被標籤化 反而會躲起來 所以你覺得現在要追 所謂的零號病人 一來無解 追不到 二來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麼現在能追多少算多少 追不到的 我們盡力去追 追不到的 將來會不會造成社區的感染 會 因為你想看 我們不讓大陸人來 不讓香港人來 OK 但是到今天為止 日本人沒有說不能回來 對不對 假設日本人不能回來 現在全球都有 全球他可能 我們不能夠跟全球斷絕往來 對往來後果更嚴重 所以遲早會有 因為這個病毒太聰明了 第一個他支持率低 SARS就是把這個宿主都殺了 所以他就決了 他非常像比較嚴重的流感 流感我們每年都有 所以現在全球都在努力研究 能不能找到藥 流感是有藥 兩種Tamiflu跟瑞德沙 還有有疫苗 這個現在大家努力在做疫苗 這個現在全球的專家 不是在講說現在怎麼對付 這個新冠肺炎 而是講說今天的秋冬 我們可不可以找出疫苗 找出這個 因為他會有再回來的機會太大了 新冠病毒變異的實在太快速了 所以現代科學要跟 真的跟得很辛苦 那麼現在大家都拚命要揪出 零號病人 那麼同時也要揪出宿主 剛剛立剛特別提到了 宿主從蝙蝠到老鼠都有可能 是 因為零號病人固然重要 宿主是誰 如果我們能夠確認出來的話 當然也非常重要 一開始大家都在亂猜 說應該是野生動物 所以就說可能是竹鼠 因為好像中文大會前幾年 滿流行吃竹鼠的 竹鼠大家覺得不太可能 好像覺得蛇好像更有可能 然後後來又推論推論 有人就拿穿三甲去做試劑檢驗 就一檢驗之後 他對新冠病毒成績陽性 反應高達70% 所以說穿三甲 要穿三甲是不是就是宿主 但有人說不對 其實如果你去把蝙蝠身上的 某一些病毒 去跟新冠肺炎的病毒比對的話 他的基因相同率 高達80%以上 所以蝙蝠特別是橘頭符 才可能是真正的來源 現在又有另外一個研究顯示 搞不好都不是 而是一種我們根本 隨時隨地都看得到的動物 這種動物叫老鼠 一般的老鼠 市場裡面的老鼠 這些老鼠身上有這樣的 冠狀病毒嗎 對 因為我們從華南海鮮市場 裡面去檢測 發覺它不管是在地上也好 桌子上也好 攤販的位置上也好 到處都可以檢測到新冠病毒 所以他會嫌說 這個一定是某一種動物 把所有的地方到處跑 都要去摸才把它帶來的 當然有香港學者就推論說 宿主它可能是感染 零號病人的途徑第一個就是 這個宿主 就是他前一個零號病人 之前的病人 他有新冠肺炎的症狀 但是我們到現在沒查出來 他也身長不漏 這個人才是真正零號病人 但目前這個很難查 大概也查不到 第二個可能就是 這個零號病人 根本就不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 他是接觸到一種 帶病毒的普魯類動物 而且這普魯類動物 會到處亂跑 然後才讓大家感染到 所以他從別的地方 再把它帶到華南海鮮市場來 什麼東西就會這樣 那不是老鼠不容易這樣子 老鼠到處亂跑 你也難以防治 所以現在有人建議說 你現在趕快去 採集一些老鼠的樣本 然後從牠身上去測 看牠是不是身上有帶 新冠肺炎的病毒 如果有的話 恐怕武漢地區要全面撲殺老鼠 滅鼠大作戰 為什麼去找宿主會這麼重要 因為正常來講 就是你不管哪一種病毒 牠大概都是侵犯同一種動物 比如說行流感 就是對鳥類有影響 族流感可能就是對豬 可是問題是 牠如果可以跨物種傳到人身上 牠一定產生某種變異 如果你們都找出牠的宿主來 我們就可以研究到底 牠為什麼會產生這些變異 我們就可能可以研究出來 牠的疫苗或是解藥 這類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他們現在積極 想要去尋找的一個關鍵 但是對美國來講 美國最新的說法指出 他說其實美國人不需要 對這個新冠肺炎過分擔心 因為美國目前看起來風險很低 但是他也特別強調 但是不排除隨時 可能出現迅速的變化 這美國人現在是自信人 是 因為他必須要讓大家安心 所以他告訴你說 這個什麼東西都很難講 因為這個病毒 竟然能夠跨物種 從某一種動物身上 所以牠前面是客套化 後面才是實化 所以牠既然前面會變異 後面當然也可能會變異 所以牠會變成怎麼樣 誰也不知道 所以牠也只是就是這樣提醒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做了 一個新的防範措施 什麼防範措施 就是在紐約 芝加哥 洛杉磯 舊金山 西雅圖 這幾個城市 現在只要你得 就是得到疑似流感 這樣的一個症狀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順便要做新冠肺炎的檢測 就看看你是不是有 感染這個病毒 如果感染這個病毒 當然要趕快對這架藥 趕快去醫治 為什麼特別選這五個城市 因為舊金山跟西雅圖 是海港城市 本來就有很多國際的會萃 然後洛杉磯 芝加哥跟紐約 這三個剛好都是 美國航線最面積的地方 所以他們一定要把 這幾個大城市全部把關 因為如果沒有把關 然後讓這個地方擴散的話 不好意思 你知道大概全球都要淪陷 因為這三個地方 大概全球的航班 每天都飛來飛去 所以他們就要把關 這五個最重要的地方 但是美國現在的學者 也提出警告 他說之前不是有學者預言說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 到最後會得這個病 對 現在美國人認為說 即使我們一切防範得不錯 能夠讓他的傳染力減半的話 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會得 還是有百分之三十三 所以這個看起來 好像就好像署長講的一樣 恐怕未來我們是真的防不住 還是要先找出 大家的疫苗跟解藥來 比較重要 可是在大陸現在我進行一個 完全封閉的措施之時 其實俄羅斯的普丁 他跟大陸之間的 這個邊界的長度這麼的長 4000公里 普丁應該很擔心吧 我想應該是 戰鬥的民族沒想到也會怕 因為俄羅斯好像從 20號就開始宣布 就是無限期禁止 中國公民進入 你說普丁這麼硬漢的總統 他也在恐懼嗎 來 現在講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他們的這個俄羅斯總理 已經講了20號的零時 就開始 要開始怎麼做 把中俄的邊境全部封鎖 然後另外 所有的大陸人禁止入境 火車也不准開 好 你說這麼重的命令 當然我們知道 這一定是普丁的決策 這問題是來啦 大家就講 你說中俄的關係之前有多好 他們70年來 雖然也許有發生過 一些零星的一些衝突 可是基本來講 中俄的感情一向是好 世界都知道了 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要把這個 所謂的邊境全部都封鎖 好 有的人就說先廣論你們的交情怎麼樣 你封真的封得住嗎 中俄的邊境有多長 來 我地圖畫給大家看 中俄的邊境長度在這 右上角 4209公里 但如果你把蒙古也算進去的話 也就是廣義一點的話 蒙俄邊境的話 惡魔邊境3455公里 兩個加起來就差不多快7700公里 這什麼概念 7700公里 那已經超越了全世界 加拿大跟美國最長邊境 6000多公里了 他已經變第一了 這麼大一個面積的邊境要封鎖 我再舉第二個概念 你說像每部分邊境 也不過才3100多公里 他管得住嗎 美國管得住嗎 管不住 到現在川普還蓋了長城 還是蓋擋不住 好 我就來講一些管不住 可能發生的漏洞有哪些 來 在這麼長的邊境裡頭 其實中俄有六個很重要的口岸 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 來 大家看一下滿洲里 這個滿洲里的口岸 他佔了陸陸運輸的中俄貿易 6成5以上 也就是都從這兒走 6成5 6成5從這兒走 有哪些東西從這兒走 來 我跟你講 我們檯面上都不要講 那一定會盤查 我要講的是恐怖的叫走私 走私什麼 軍火 還有老虎 鹿 熊掌 海參 我先講軍火 軍火包括船艦的 還有飛機的 或槍支的 那上面如果有沾病毒呢 好 再來你走私軍火要付錢 付錢付現金 現金 鈔票上面有沒有讀 再來 現在很多我們都講了 這個新冠病毒的中先宿主 還不知道 但是是動物 請問這邊還有走私老虎 鹿 熊掌 曾經他們查獲一頓的熊掌走私 跟價值上百萬的海參 海參能力 所以你意思說有這麼多的野味 從這個滿洲里的地方 病毒 偷渡過去了 人家聞野味都在怕了 你現在還在偷渡 但最恐怖的是什麼 人蛇集團 因為人蛇集團的人手私的話 就是很多大陸人 他們會跑到這個人蛇集團的安排 到俄羅斯去 俄羅斯在進哪 歐洲 對 所以俄羅斯是什麼 它等於是一個大跳板 終極戰 好啦 那你現在來看看 這些有沒有可能成為防疫的漏洞 有可能 絕對是 因為偷渡的人你不可能檢疫他的 可是其實俄羅斯現在他們境內 只有兩名確診的病患 而且都是大陸人 普丁到底在怕什麼 他當然要怕 我們來看看 怕這個 大家看一下 韓國今天最新的消息 韓國的大邱有一個61歲的女性 她從12月之後她就沒有旅遊史了 沒有旅遊史有沒有接觸史 目前不明 可是大家看一下 她發生什麼事情 2月6號 7號她都出門 2月9號她去教堂禮拜 2月10號她就開始持續發燒 發生4天之後 她才去大邱的某個醫院去就診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確診 然後後面15號 16號 17號 她都還在趴趴照 結果這名女性她一共經過調查 有接觸13個人 好 那你現在確診 那你接觸這13個人 按照我們目前數字的統計 通常你這個確診病患 你接觸的人 你傳染給她的機率是2成 大家看一下 13乘以2成是多少人 2到3人 沒有 她是讓這13個人百分百命中 這就是我們講的超級傳染者 她傳染能力這麼的強 她可能病毒很多 她可能有些 她高於平均值 4 5倍 你看到了這個 你再反推回去 你知道普丁在怕什麼嗎 普丁也許會覺得 我們中二的感情是很好 我們的中二整個關係 也許也不能這樣子 就因為這個病毒而破壞 但如果真的要是境內 他們也出現了超級傳染者 把整個俄羅斯都破壞了 他還管你什麼中二的感情 有沒有被破壞 可是我們看著大陸 現在這個時候一直要找出解藥 來解治新冠病毒支持 他現在這個時候 開始呼籲大陸這些 已經痊癒的朋友們 你趕快來捐血 因為你的血液非常的重要 沒錯 因為這場病毒戰 前線吃緊 但後方未必節節敗退 的確你剛剛提到了一個 還算是好消息 大陸這邊 他們透過了血漿治療的技術 可以用於治療病患上 而且說成效還挺好的 因為新冠肺炎的宿主 目前不明確 所以全球都很緊張 但是大陸方面宣布 他們已經採取了血漿療法 在重症的11個人身上 的確得到了痊癒 什麼是血漿療法 大陸的防疫專家 鍾南山他宣布 血漿療法是運用在臨床治療上 比較有效又相對安全的 下一步會計畫在擴大 在廣東地區採用 大家會好奇什麼叫 血漿療法 大陸的製藥公司他們說明 他們說所謂的血漿療法 叫雙重血漿分離術 也就是把得過新冠狀肺炎的 這些人他已經痊癒了對不對 痊癒者身上應該有抗體 所以就把痊癒者的 這些血漿裡面的特免球蛋白 進行分離之後 就用來治療其他的感染者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透過雙重血漿分離術 這樣的治療方式 目前為止已經成功治癒了11名 這算是很厲害的 而且是重症的患者 所以現在大陸就發起了什麼 千人獻疆就千人 重慶紅十字會就呼籲民眾 那些痊癒者能夠捐贈你的血 如果捐贈的話 就人民幣3000塊的救助金 到底有沒有用 到底什麼叫血漿療法 來 我說一個故事你就知道了 各位 這跟血清馬很像 什麼叫血清馬 台灣每一年有將近上千的民眾 被毒蛇咬傷 各位都知道 被毒蛇咬傷的第一時間 你要幹嘛 打血清救命 各位 你知道血清 但你知道血清從哪裡來嗎 是從馬的身上培養出來的 怎麼培養 我們就把蛇毒 研究員把蛇毒 直接注射到馬的皮下組織 各位 蛇毒進了他的皮膚之後 馬就中毒了 對 中毒會有什麼反應 他馬上身體就會產生了 很嚴重的這種毒發的反應 沒錯 馬的皮膚會開始潰瘍 潰爛 然後皮膚開始損壞 因為損壞的時候 開始就會進行抗體對不對 有抗體 當他的皮膚好起來的時候 就再打蛇毒 反反覆覆的把蛇毒 打進馬的身體裡面 於是他的血液是不是開始就有 抗蛇毒的抗體 好 這個概念跟今天的所謂的 雙重血漿分離術 所謂的血漿療法 是一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痊癒的患者 裡面的抗體 可以用來去進行重症患者的治療 但是各位 血漿馬最後的下層比較殘忍 為什麼 這個病毒不斷的打進了馬的身體裡面 9而9時 9而9時 他的身體會開始衰敗 但是到最後 馬的血就慢慢慢慢開始除氫 甚至於在這個馬往生之前 都不能打馬藥 為什麼 因為他的血裡面 有非常珍貴的 抗蛇毒的這一些血清 也就是我們台灣 很多民眾被蛇咬之後 需要的血清 原來是從血清馬裡面的身上 得到的 但是各位會覺得說 到底這個雙重血漿分離術有用嗎 但是對於疫情延燒得這麼嚴重 目前也只能先就這個方式進行治療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鍾南山已經講了 這個治療方式 在11個重症患者身上 已經得到了療效對不對 好 所以在方艙醫院 在雷神山 在火神山 很多的這些患者 現在開始就開始抽血做研究 這11個重症患者 他們經過雙重血漿分離術治癒之後 這11個人的血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數據 所以這個血的大數據 整理出來之後 將來對於整個 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治療 我相信會有進一步的 這個關鍵的進展 原來就是用血清碼的概念 去製作成血漿療法 我要請教的是 朱醫師 就是這樣血漿療法 目前看來11名重症病人 是有效 初步見效 但長期有效嗎 因為他這可能只是為了 一些短期的過渡時期 你不可能全部的 救急 對 救急 等到要真正的 還是有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或者是疫苗 就像流感一樣 我們剛開始 或者是我們說天花 或者是牛豆 這都是很類似的一個 檢毒的疫苗 就是說他把個案的血清抽出來 讓他病毒的活性不會那麼強 然後再打到病人的個案的身上 讓他產生肢體免疫 然後這樣的話 就不會變成一個重症或者是死亡 但是你不會每一個人 都給他打一樣的個案的 我們一定會再經用一些合成的方法 或是製造的方法 把它變成一個疫苗化 所以你可以看 流感現在幾乎全部都是疫苗化 不管是H幾 N幾 他就是預測 今年會流行幾個 然後幾個 然後就開始打 然後這個打的過程中 但是還是不能百分百的預測 所以他還是會有一些個案 會得到感染 但是沒有關係 還有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可以把病毒殺了 因為病毒降低了之後 流感的症狀就是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他們 這個只是在應急 因為你還沒有夠多的時間 來把它整個排序出來 或者是基因檢測出來 然後先把一些重症的個案 用緊急的處理方式 但是輕症的個案 也是不需要特別處理 這個我就又回想到 日本他為什麼敢這樣做 說把這個病人全部放回家裡 因為我們醫學 都是回溯性的來看 如果今天這500個人放回去了 全部都不染病 人家一定會說日本真厲害 他預測了 因為這些都不是重症 所以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重症 只有出來一個 兩個死亡 因為目前日本的死亡率 還是就這麼低 他也覺得說 這個一定會是因為他 免疫力不夠 或是有特殊原因他死亡 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問題 即便他只是把它提早 提早到了社區化 流感化 對不對 當然這樣做是冒著很大的風險 對 冒著很大的風險 一樣我們現在就跟這個 11類個案是一樣的 如果你現在給他用 治療好了 你就說我們成功了 有效了 對 沒錯 可能下一步就治療 可是如果治療不行 失敗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有看到11個 醫學 你如果說只看到11個 畢竟針對這6萬個 7萬個個案 或者是2000個重症 還是太少 你不知道他用的情形會怎麼樣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 一步一步來 就是只能就是看到什麼 就做什麼 看到什麼就治療什麼 你可能最 因為現在已經是 死馬當火馬醫 對 你已經沒有治療 像我們所有的這個 現在的缺氧給氧 缺水給水 血壓低就拉血壓 對不對 我們也發現最近病理報告發現 他跟SARS的病理 肺腸的病理報告是完全不一樣的 SARS是纖維化 然後這個性感冠狀病毒 都是黏稠的痰 那表示你不是被纖維化 給沒辦法呼吸到 而是被痰給淹死了 所以你看這兩個治療的 可能方向就不一樣 一個是要想辦法 把他的痰稀釋了 讓他痰排出來 所以他也聰明 他如果再用纖維化 人都死光了 他就太沒了 可是他這個 你如果有用力咳嗽 肺炎還很好的 然後你把他那個把他稀釋了 把他痰咳出來了 病人 那人也就存活了 反而就是有一些不能咳痰的 或者是肺部本來就有一些問題的 他就可能是重症 然後就死亡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都還在演變 現在都還不是定論 現在只能是因為已經沒有 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死馬當活馬役 然後見著看到有什麼就打死 現在看來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 那麼疫情未來顯然真的不樂觀 因為在美國 他們也認為搞不好都會拖到明年 所以才會針對美國五大城市 他們認為 因為他們現在流感也很嚴重 如果你有流感症狀的人 你要一起做新冠肺炎的篩檢 那麼他們擔心就是說 因為有可能這個疫情 會一直影響到 譬如說全球到時候 都有1 3分之1的人感染 我要請教的是署長 這很可怕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 會走到這一步嗎 也許會 不過那個之前 我們一定會發展出疫苗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 非常清楚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抗原 就是像我們打欲望接種 就是檢毒 然後我們產生抗體 所以照這個原理來說 現在也有用他有抗體的血液 去給重症的人 而且非常有效果 這代表他一定可以做出疫苗 所以是早晚的問題 當然有人就說到年底 現在台灣也有人在做 我不能不好講說哪個單位 而且不只一個單位在做 全球都在做 當然最壞的情況之下 就是全球一半的人得 然後這一半得的人 把他的有抗體的這些血液 給另外一半重症的人 所以全球都得了 一半好了 一半沒有好 這是開玩笑的話 不會到這種程度 但是我們很清楚 現在全球 幾乎所有國家 比像英國 法國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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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少 都比台灣可能還要多對不對 所以這是全球性的 我們不要想說為什麼 人是生物的一種 一物刻一物 永遠不要想說 我們戰勝所有的疾病 你一定要接受說 一定要共存 我還要講一點 我們這個是屬於 衛福部把它當作 第五類傳染病 第五類跟什麼放在一起 跟流感 A型流感放在一起 這表示什麼 新冠肺炎流感化 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致死率不是那麼高 新冠肺炎爆發地在哪裡 在武漢 你看到大陸現在用一種 強制的手段在進行的 就是大排查的工程 這樣大排查的工程 到了今天可就最後一天 該抓的人周抓得出來嗎 躲的人還躲得了 中國大陸這樣子一個鐵碗的手法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成效 的確 因為大陸的疾控中心 準備要發表一份論文 那麼其中會提到 新冠肺炎可能早在去年的11月 就已經存在了 但是我們看到了 武漢一直到1月22號 才緊急啟動一些相關措施 1月23號才開始封城 所以顯然對於這一次的疫情 確實造成了關鍵性的影響 是 現在有一個算是好消息的傳出 就是西湖大學 這也是世界上首次成功解析出 ACE2的全腸結構 這是ACE2的全腸結構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就好像一個龍蝦 前面有兩個鉗子一樣這樣子 他說現在就是這個新冠肺炎病毒 它可能就是直接侵入 然後因為它是專門辨識 ACE2這個受體 然後它就會侵入直接去綁架它 如果以SARS病毒的S蛋白來講 它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它就直接綁架它的PD 把它綁架起來之後 然後就變成 你這一個 ACE2本來是你自己身上的東西 結果反而變成它的內奸 就被叛變了 所以這個結構出來之後 當然會進一步去了解病毒本身 然後去怎麼防治它 應該是有幫助的 那也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方式 趕快能夠把整個 所有的東西破解出來 因為如果再不破解出來 看到越來越多的病例增長 太恐怖了 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 都會非常害怕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必須講 就是現在在 今天是武漢大排查 這個拉網大排查 他們就是 其實就是所有的全面查器 在整個武漢市場挨家挨戶的 不斷去查這個東西 王忠霖也下了一個使命令 他說這個大排查 如果有哪一個區 還有人確診 還有人被驗證出來 被隱匿的 不好意思 你這些當地的負責人 你就全部給我看怎麼辦 就是完全不可以漏掉就對了 因為他們現在覺得說 你武漢已經封城那麼久 這個對經濟 對很多人的生活 已經造成莫大的傷害 這個時候 如果還有一些 漏網之魚流竄的話 整個不就破功了嗎 他們現在也在做研究 也就研究了4萬多個案例 就發覺其實在去年底前 去年底12月31號以前 其實湖北省當時應該已經有 104個人確診 其中15個人已經死亡 其實跟當初設想的完全不一樣 就12月多的時候 其實疫情已經很嚴重 但他們完全不知道 當時他們很多都是直接 把它當作肺炎來治療 其實我們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到了1月1號到1月10號的時候 病例暴增 從104馬上變653 然後到1月11號到20號的時候 變成5417 這個是等比級數 不是等差級數 這個數量級的一直不斷的上升 到了1月21到31的時候 更暴增到26468 可是你看你這個區階是每10天 每10天是用等倍數以上的增長 然後到了31號以後 又開始比較緩和 變成12,030 當然這時候大家回溯回推之後 推測他們大概感染的日期 是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 中南山是在1月20號提出警告 然後大陸是在1月22號 才開始全面的對抗防疫 你看1月22號是什麼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大爆發 所以就是因為他們起步的時間太晚 才會造成今天的整個局面 看起來好像難以收拾了 我們也希望他們現在不斷的 去解析這一些結構 能夠慢慢的找出一個對抗的方向 當然對於大陸來講 現在除了要防疫之外 民生物資的需求也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現在的戰場 除了對抗防疫在實驗室 在醫院之外 恐怕超市上也是一個戰場 也就是因為之前我們知道 才有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已經造成 他們的整個豬肉供應量吃緊 對 豬瘟還沒解決吧 現在豬肉第一個沒辦法解決 第二個 現在年就算你有豬也沒用 因為你的屠宰場這些 這些屠夫都沒辦法回去上班 因為沒有營業 運輸業恐怕也開始短缺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 只好從後天開始 我再度輸出一批 其實他們之前就已經開始輸出了 現在把它戰備儲備的這些豬肉 再度釋出2萬噸 從後天開始再繼續再釋出 實際上從1970年代開始 大陸他們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戰備儲藏豬肉這樣的一個體制 就是目的就是低個位的平易物價 就是萬一豬肉荒的時候 可以把它丟出來 讓物價可以降低 在必要的時候 甚至可以直接把豬資 直接運送到民眾家裡頭 但是疫情萬一持續下去的話 他戰備能戰備多久 對 這恐怕也是他們 一個大麻煩 所以他們現在對所有的管制 是更加的雷厲風行 現在武漢街頭 所有的控管是完全的 所有的人不管你要經過哪裡 宇宇來 你有沒有通行證 通行證 不是只有通行證就算了 我通行證還要看你是誰 時間 地點 你是不是這個時候 該出現了 如果不是這個時候該出現 抓 如果你在那邊跟他講說 跟他解釋一大堆 抓 他現在反正不囉嗦 就算你騎腳踏車 自行車都要有通行證 反正全部不符合規定 想要抗拒的 想要製造混亂的 全部給你抓起來 不囉嗦 所以這真的是 他們也到了一個 風聲鶴唳的一個階段 見人就抓 現在有人說他見人就抓 見屍就燒 這個聽起來滿恐怖的 對 很恐怖 你看第一個有人去散佈 這樣一個圖片說 現在武漢街頭已經這樣 滿街都是死人 但是你覺得 可能出現這種狀況嗎 假的吧 這個其實是人家的 一個行為藝術 果然 然後結果就被人家 裝官引擔 可是他們把這個圖截出來 然後在網路上面傳破 這就是造謠 對 這是擺明的造謠 任何時代任何地方 都不罰這種造謠人士 我是真的覺得在防疫期間 不要開這種玩笑 另外也有人說 你看垃圾跟動物屍體 處置方艙 然後上面還寫說 有兩秒直接焚化 有人說你看 你看這個屍體已經多到不得了 要兩秒就要焚化 不然不夠燒 不是 兩秒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去看過就是殯儀館的人都知道 你燒一個屍體要等好久的時間 有 二 三十分鐘 是 沒有那麼快的 兩秒這到底是哪一國的火力 是太陽表面的溫度 不然怎麼可能兩秒就燒到 實際上這個是幹什麼 就是處理這些醫療廢棄物的 它在850度的高溫之下 它確實可以兩秒焚化 但是人沒有這麼好焚化好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刻意散佈謠言 真的是害人又害人 可是我們看著謠言 現在這個時候 有些謠言真的就開始起來了 有些人就說 現在這個病毒 究竟真的是從蝙蝠身上出來 還是人類的實驗室裡面 所洩露出來的東西 甚至現在有人就沸沸揚揚的 才傳到說 其實在去年9月份的時候 武漢的天河機場那邊 辦了一場軍事的演習 那個演習 其實就代表大陸知道某些事情 沒錯 瘟疫蔓延中 但是陰謀論也在蔓延中 甚嚣成煞 對 沒錯 但是在這個瘟疫蔓延的時刻 我們在今天看到中國大陸 還是有一個相對好一點的消息 也就在18號昨天 大陸的治癒的病例數 首度超過了新增的確診病例 對 這的確是個好消息 但是在歐美一些人眼中 他又覺得這是個陰謀 奇怪 這也是陰謀 你世紀也這麼快 然後你的動員也這麼快 管控也這麼快 你現在連這個治癒 都超過了確診的力也這麼快 我問問各位 歐美這些陰謀論還有哪些 我告訴你 他們甚至說 你一定是在去年9月的時候 大陸就知情新冠病毒了 這個陰謀論是哪來的 依據 因為他們講 其實你知道嗎 據傳 在去年9月 他們武漢因為為要辦 10月18號有一個叫做 世界軍人運動會 所以他們就在一個月前 也就9月18號的時候 就在他們的天河機場 那個海關 他們就作這個口岸 作一個防疫的演練 內容就是說 這邊防疫的口岸 口岸這邊有所謂的疫情 新冠病毒疫情傳出 結果就必須要動員 包括像是調查 排查 然後隔離 篩檢等等 化學兵等等都要到達了 你怎麼9月18號 就知道有新冠病毒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有病毒的問題 他們也就講 現在不是說最早的 可能在12月份嗎 你那個演練內容 為什麼就叫新冠病毒 還有你的演練內容 怎麼那麼紮實 這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這個包括我們所說的這個演練 的確他們是有找到 這樣的一個報導 可是大家卻沒去問 人家為什麼要做 人家10月18號 當時他做的軍人世界運動會 那是史上最多人 來參加的一次軍人運動會 然後又有馬匹 又有搜救犬 這都是在運動比賽期間要進來的 你說機場他當然要做 他當然要做防疫 你看像東京奧運 他們的機場 難道沒有在做防疫的嗎 這是自空見怪 是習以為常 好 另外一個陰謀論是說 WHO現在不是派有一點專家 要去北京 還有廣東 還有四川 然後來做這個調查 他們又說了 為什麼不去湖北 或者湖北 那也不是最嚴重 你就是隱匿到底 你擺明要隱匿到底 知道得很早還要隱匿到底 結果連美國學者看不下去 耶魯大學就有一個 助理教授就出來講了 他說為什麼不去湖北 或者說武漢 人家現在都已經封城了 你要怎麼還讓他們這些 大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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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還有人家現在是防疫的關鍵期 他有接待的能力嗎 為什麼要去北京 為什麼去廣東跟四川 去廣東是因為中南山在那邊 就可以去跟他交流 去北京是因為北京 包括衛健委還有疾控中心 中科院 中醫科院都在那 去四川 是因為四川本來就有跟美國 提出了這樣的疫情的交流 好啦 你現在知道 就我剛才講的 這個助理教授晨熙講的話 有沒有道理 好 不過大家講到封城 封城就想到上個禮拜開始 我們曉得湖北有五個區 他已經實施了暫時管制 其中又以效感是史上最嚴厲 最嚴的一個暫時管制 但是這個暫時管制 大家會很好奇一件事情 他是怎麼挑的 是最重要的都市 人口最多的 或者是疫情最嚴重的 對不對 就大家一看 發現不是 不是呢 那代表說他這裡頭 一定有他的一個目的 其實他是要在做 實驗性的封鎖 如果我挑了這五個區 做暫時管制實驗性的封鎖 14天之後 我發生成功的話 成功 那我這樣子動員了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就可以去實施到全國 不幸我們來看看 整個他的一個邏輯性 非常有道理 首先2月12號 他第一個實施暫時管制 是實驗室的張灣區 你看他挑的這個城市 是十多萬人 他是挑最多人 最重要的城市都不是 而且我這邊細給大家看 張灣區他這裡頭的確診病例 638例 他只是目前湖北這裡面 排名第12而已 然後他的死亡人數 還是最少的 為什麼挑他 我跟各位講 實驗性的封鎖 目的就是要先從40萬 再到400萬 再到4千萬 先從最不嚴重的市與區 然後再到最後知道 這個更嚴重的 這樣一步一步的去做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張灣區我剛才講過了 你看接下來他就跳到了 12號 跳到13 13號 他就去什麼 校感市的大吳縣跟余孟縣 我這邊也列給大家看 你看 余孟縣 大吳縣 如果以校感市來講 他的累計病例也是屬於 比較少的 他為什麼不去挑 校南 漢川 安路 為什麼 因為他要從 這個比較嚴重的市裡頭 去挑兩個比較不嚴重的縣 來做實驗 你看 成功 成功 這些幹部職工 這些政黨的這些領導 你通通給我下層 你到第一線 因為我暫時還沒有那麼多 解放軍人力能夠去支援你 我要看你們能不能 在這個期間獨立完成 為什麼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實驗性的封鎖 一旦成功 到時候全國都要 比照這種的方式 可是我們看到 現在這個時候 許多人都在說到 這個病毒厲害 他不會把宿主SARS 他自己存活了 他的整個傳播的能力 可是SARS的20倍以上 但現在這時候大家在說的還是那 0號病人究竟是誰 源頭能夠找得出來那是最好 但源頭找出來談何容易 對 我看到這覺得好驚悚 就是美國的研究說 他的比SARS還要強20倍 所以現在你說 大家在追0號病人 在追這個宿主 其實拚了命想要追 不管追不追得到 雖然大家都說 0號病人是難上加難追不到 好 那宿主 宿主應該可以找得到吧 是不是找到了之後可以 對症下藥斬草除根 其實現在科學家們 從各個方面 要來對這次的疫情 希望有一點 更多的管控跟了解 簡單來講 就是SARS跟這一次的 SARS COVID-2 其實它找我們身上 是找一樣的蛋白質 也就是說 它是用一樣的一把鑰匙 去對一樣的一個鑰匙孔 一樣的開門進到我們身體裡面 但是現在美國科學家 他們其實就在實驗室裡面 專門的去測 我們身上的這個H2 protein 就是我們身上的這個蛋白質 然後它分別跟這一次的 新的冠狀病毒 還有之前SARS的 這個S蛋白質的結合力 他來做一點比較 結果得到出來的結果 竟然是新型的這次冠狀病毒 它的結合力竟然比過去的SARS 還要強10到20倍 這個就會很令人擔心 當然有人就會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其實它的傳染力具體 呈現出來是比SARS還要強 但是有人就說沒有啦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結合力的強弱 是一回事 是不是會直接的 到它跟我們的傳染力之間 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它不管到底是哪一回事 至少現在整個疫情不斷的爆發 這個倒確實是真的 但是大家就要還是很好奇 要追本溯源 要找出來 你到底是從哪一個生物 我們現在已經精確的知道 可能是來自蝙蝠 來自橘頭腑 但是你又是怎麼樣 跳到我們人身上 然後又是跳到誰的身上 所以在動物這一塊 我們要找中間宿主 然後在人這一塊 我們就要找PASSION ZERO 我們就要找0號病人 也就是說最先被感染到疾病的人 之前官方出來的話 他們是說12月8號的時候 開始有感染的現象出來 但是他們最新的報告 而且這個東西在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談這件事情 BBC其實他們的網站上面 是有寫的 他們說 其實早在12月1號的時候 他們是從臨床的一些證據 還有從家屬的一些回憶 然後推出來 可能12月1號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個PASSION ZERO 也就是說我們的 這個0號的病人 但是更令大家好奇的是 這一位目前認為的0號病人 他竟然是已經70多歲的老先生 而且他是中風 所以他其實平常是不會走來走去的 因此大家就會很好奇 結果其實早在上個月的時候 香港那一邊的專家 就是管毅先生 他就已經過去了 但是可能他沒辦法進到這一個 原本的這個市場 所以他到附近的一個 小東門市場去 結果去了之後 他說他真的是倉皇而逃 因為那一邊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 那個時候大家緊張的 那個意識還沒有那麼樣的高漲 跟現在比起來 所以他們說其實戴口罩的 不到10%的民眾 而且當然在市場裡面 他其實地又是濕的 然後他就認為很多的公共衛生的標準 其實他看得是非常憂心的 另外的話 他說你要去源頭 你應該要去武漢華 海鮮批發市場才對 結果那邊當然也已經瘋了 而且其實我想一定是這樣子 你懷疑是那邊 那邊一定是大清洗 大消毒 所以他就很悲傷的說 整個犯罪現場都被破壞了 事實要重建是有困難的 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令人灰心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話 一樣是香港的學者 他其實在之前SARS的時候 就已經有做一些研究 他是公共衛生學的學者 吳錦翔教授 其實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推論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因為他認為 最初四名確診的病患 其實他跟我們剛剛講的 海鮮市場的話 沒有旅遊史 跟當地的工作人員也沒有接觸史 四名當中有三名 就沒有這個任何的接觸 那他們怎麼會得病 是 那怎麼會得病 所以他就從這一個證據當中 他竟然推不出來 他認為中間宿主竟然是老鼠 他推出來認為是老鼠 也就是說老鼠 因為他們在當地 他們說其實很多的 連地板 桌面 很多地方都有肺炎的病毒 如果一開始 人還沒有那麼多人被接觸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多人被感染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這麼多的病毒 會被人接觸 然後飛沫 黏在這一些器具跟桌面上 所以他認為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會四處趴趴走的老鼠 也就是說老鼠跳到桌面 老鼠跳到了哪個地方 它身上帶著病毒原體 所以到處在傳播嗎 沒有錯 所以其實 我們當然也有可能說 有可能這個寬狀病毒 它其實在老鼠的族群裡面 其實已經一段時間 老鼠也沒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新的圖變出來之後 開始感染到人 然後才藉由老鼠 因為你可以封城 你可以封人 你可以封車 但是你封得了老鼠嗎 封不了 其實你是封不了老鼠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這樣子推估 不過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因為我們講的這個0號病患 他是有發病的 有到醫院去的 我們才能夠追蹤 他的整個公共衛生的過程 但是有可能有一些0號病人 是他自己本身是輕症 或者他就痊癒了 這個就會造成很多 在病情追蹤上面的困難 總之我們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專家推出來 可能是老鼠 不過其實如果真的是老鼠的話 我覺得問題會非常非常大 可是醫學上面來說 要追的那就是0號病人 因為你可是那個源頭 但0號病人看來也很難追 對 0號病人很難追 而且剛剛朱醫師跟我們說 其實追這個0號病人 以現在來講 已經不至於 不是當務之急 不是當務之急 對 那麼中間宿主 那麼現在傳出有可能是 武漢當地的老鼠 先告訴我們如果真是老鼠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代表這個可能疫情會更爆發 為什麼 因為老鼠到處跑 下水溝 下水道 老鼠活得比人還久 對 而且特別是 大家知道菜市場 每次一消毒菜市場的水溝 跑出來的都是老鼠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不一定是這樣 我記得幾年前 那時候流行狂犬病 那時候我們就在台東花蓮地區 去做幼歡跟白鼻心 結果他們那時候一看 那個動物上面 其實都有病毒了 但是他不會傳到給人 事實上如果我們今天到武漢 去做這些動物的流行病學調查的時候 一樣也可以看到 譬如說某幾種 譬如說剛剛講的蝙蝠 譬如說講的果子裡 穿山甲 老鼠 他們其實有一個方法 可以把他這些 在這邊地區橫行的這些動物 把牠抓起來抽樣 然後看牠血裡面病毒的情形 然後看看是不是跟這一次 感染的人的 是不是有一些口感染 或是有一些一致性 然後才來確定是哪一個是中間 中間的宿主 或是動物傳動物 然後動物在第一個傳到人身上 但是我覺得現在 這個都是第二階段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能 牠可能現在顧人都還來不及 所以我覺得他們大陸很聰明 他們就是一個階段 先把人全部都圍起來 甚至也從寬認定 所以在2月7號還是幾號的時候 把一天把一兩萬的病人 全部都追出來 然後這時候我就有點類似要禁控 對不對 以後再發現的個案 我就一個一個好好就是 再盤查 所以他這一次 他把所有的領導班子都換了 就是我們就重新來做一次 因為以前沒有 以前是不想報 不報 或者是都隱匿 現在沒有 我現在給你前面幾天 已經大家全部有可能的症狀 都報出來 接下來如果再有發生這些 更多的人傳人 或是傳染的案例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要更特別注意 一定代表他的治病原 還沒有再找到 還有其他的在感染的機會 所以你看他不管怎麼樣 他在做的這個情形 他寧願這個橫頭斷刀一死 先把這些人全部都定了 然後接下來新發生的個案 你看 只要任何新發生的個案 他就覺得可能是 他們的防疫做得還不夠 或還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不像我們 我們現在是比較全部都已經 學校也暫停停課 或者工廠等等 我們現在我們比較擔心 就是台灣會不會開始的時候 又開始有爆發一些更多的個案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在做 腸病毒跟流感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 學校的停課的方式 有症狀比較多的 我們就適當的停課 或者是在消毒 一樣 武漢他這樣做完的時候 看到一個地方出來 他就清消一個地方 對不對 看到一個地方 就全面的就去消除一遍 要不然他 其實我覺得更聰明一點 他應該是整個大武漢地區 全部的消毒一遍 讓你這些細菌病毒什麼的 全部都清查一遍 但是因為他們人太多 你現在看 面積也太大了吧 對 一千萬的人 就等於我們半個台灣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是 針對幾個重點的程式 來這樣做 然後再看看後續的反應是怎麼樣 這樣才可以知道 他這一次能不能夠控制到 把新冠狀病毒控制下來 大陸現在這個時候 想盡辦法要把新冠病毒的 整個擴散控制住 現在看起來成效有出現 而我們台灣零星的個案 現在這個時候逐漸在增加當中 到了第23起的案例了 可是我們注意 一個過世的問獎 他本身傳播力很強 幸好還是在家庭的 這種群聚感染 沒有擴散到社區 一起吃個飯就被傳染了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會害怕 而且我已經看到說 原來這個新冠肺炎的患者 在死之前 其實是非常非常清醒的 而且剛剛一聽到醫生說 淹水 滴水一樣 跟SARS的肺部的情況完全不同 SARS這個完全是纖維化 對不對 這個是完全都是黏疫 被自己的痰淹死的 沒錯 防疫指揮中心今天宣布 這一個白牌車司機 本來他是我們第19例的案例 然後也是台灣第一個死亡案例 他光是這個家族的群聚感染 就已經有5個人確診了 顯然都是在1月27號 他們一起聚餐的這一天 為什麼 你光看這個桌子 他們當天是11個人 白牌車司機是第19例的案例 他的媽媽跟他住在一起 當天坐在他的旁邊 跟他住在一起的弟弟 現在也確診了 照理說你住在一起 感染得比較快速對不對 因為距離更近 但是平常沒有住在一起 只有1月27號 一起吃飯的外甥女婿 是第22號案例 今天又確診 第23號是他的妹妹 平常應該也沒有住在一起 顯然1月27號的這一個聚餐 應該是主要的感染的途徑 但是我們現在要問是 白牌車司機 又是誰傳染給他的呢 現在所有的焦點 都在這個浙江台商 問題是2月17去做了檢測之後 他目前為止 他是陰性 所以表示可能沒有 可是這是初步 現在是抽血之後 做進一步的檢測 有沒有可能 從1月22到2月17 他的病毒已經痊癒了 但是他有得過新冠肺炎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如果他的確得過新冠肺炎 然後痊癒 他就是感染源 可是如果他沒有 他從後到尾 都沒有得過新冠肺炎的話 就別人了 那就究竟是誰了 就麻煩了 因為最近我們對新冠肺炎的 這個看法都認為 他應該是透過呼吸道 飛沫傳染 或者密切接觸 同樣是家人一起吃飯對不對 但是大陸的衛健委 有提醒大家 還有一種傳播的可能 叫做氣溶膠 我相信民眾也都知道 什麼叫氣溶膠 他們提醒大家 所謂的氣溶膠 就是相對在密閉的空間當中 你長時間暴露在一個 高濃度的氣溶膠當中的話 有可能就會被傳染 新冠肺炎的病毒 聽到這裡大家害怕是為什麼 因為新冠病毒傳染的方式 非常恐怖 而且快速 很多人一傳染之後 就會變成重症的患者 大陸其實最近已經針對了 新冠肺炎死亡的這些民眾 進行解剖 剛剛主持人已經提到 我們都會認為新冠肺炎應該跟 當年SARS差不多 都是呼吸道會傳染 可是SARS的這些患者 他們的肺是纖維化得很厲害 可是根據大陸 他們做了這些新冠肺炎 死亡者的肺的解剖 非常恐怖 發現了什麼東西 第一 跟SARS病毒不一樣 SARS病毒的纖維化 在新冠肺炎死者身上 不是 他新冠肺炎的死者的肺 有很多很多非常粘稠的粘液 包覆著他的肺 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都談了 新冠肺炎的確診的病患 他的主述是什麼 他都會抱怨 他呼吸不到空氣 千惠你記不記得 很多病人沒有咳嗽 可是他就會說他呼吸不了 他沒有辦法呼吸 於是這裡來了 最近在微博 有益則一個一線醫生 他告訴大家 很細 講得很細 就是罹患了新冠肺炎之後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會一直呼吸困難 一直到最後幾分鐘 病人才會後來會清醒 可是病人會呼救 會哭著喊說 醫生你救救我 伴隨著劇烈的掙扎 直到呼出最後一口氣 這是什麼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基本上 這個新冠肺炎的患者 到死亡之前 所有的感受 都跟淹死是一樣的 這樣聽起來非常恐怖 因為淹死可能是10分鐘 或者20分鐘掙扎之後 沒有了呼吸 可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可能是10天 20天 30天之後 剩下最後一口氣 而且有大量的水 浸到了這些患者的肺裡面去 癢是進不去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罹患的這些患者 他的肺是被病毒 因為病毒進去之後 它會形成一個果凍狀的分泌物 這些果凍狀的分泌物 感覺是一種黏稠的 很濃很濃的黏液 在你的肺裡面 於是你就開始沒有辦法呼吸 也難怪到目前為止 新冠肺炎這些確診者 他往往不能呼吸 所以要給他很高濃度的癢 可是越來越沒有辦法呼吸 聽到這些過程 你會覺得很驚悚 不過我們不要講 這只是一個一線醫生的話 目前也沒有辦法 被官方所認證 所以不要太驚恐 還是做好自己的衛生比較重要 可是新冠肺炎的重症的病患 他們到了最後是這樣的一個感受 跟這樣的一個感覺 其實對人來說 一個病毒侵入你的身體 它會造成你肺部的 這樣的嚴重的傷害 你最後居然是在一個 能夠呼吸的地方 而呼吸不到空氣 對 我們一路聽下來 會很好奇說 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在死前這麼的難受 這個署長怎麼看 真的是這樣子 這個是到現在為止 通常都是他有共病 像這位白牌司機 他有鼻肝 他有糖尿病等等 現在這個病 最主要是對高齡者 像我這樣的人 對於年輕的比例非常低 40歲以下的非常少 當然生物都有一個叫做variation 都有一些極端的歷史 所以我們重視的 絕大我們這個生物學 那個常態分布 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幾人 都在當中的部分 兩邊有極端的例子 比如說有人說說 14天不夠 可能要什麼三個月 那你通通用三個月 大家都不要火了 對不對 這個社會就不能運作了 那麼所以極端的例子 我們不能把它動作常態 當然對那個個人來講 一個中標就中標了 可是我們也看到 好消息是什麼 大陸這樣處理以後 現在 當然前面他隱瞞疫情 現在他大概也不敢隱瞞疫情 因為民眾的反應太激烈了 台灣的好處是說 我們沒有隱瞞疫情 每天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每天記者會 每天告訴你最新的狀況 相見台灣瞞也瞞不住 對不對 因為防疫人員那麼多 你這個不可能像中國大陸說 你洩漏我就把你抓起來 洩回過輸或是把你抓起來 不可能 所以我們不可能隱瞞 我們整個防疫體系 這幾十年來從腸病毒開始 這已經多少年了 我們整個防疫體系 已經養成一個規範 就是從來不隱瞞疫情 這是好的 全球來講 除了日本或少數國家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已經 所有的感染的情況往下降 所以看起來 最後這場仗 可能人類還是會贏 不過我們都知道 這是時間問題 所有的物種 一物刻一物 所有的物種都有他的剋性 對不對 所有的物種身上都有 他的剋性 這些剋性可能 將來是對我們人會發生什麼什麼危害 你要把這些可能的危害 通通拒除掉 人也不要活了 你像以前大陸在毛澤東時代 除釋害 除釋害結果糧食欠收 對不對 你說蝙蝠 蝙蝠上面吃了很多蚊子 蒼蠅的 對不對 你把蝙蝠通通幹掉了 過語不及都是不好的 所有的生物都是一物刻一物 而且一物要靠另外一個物種 比方說你肚子裡面沒有大腸桿菌的話 人也活不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還是要 大陸問題是 他的正常生活跟控制疫情 他的控制疫情超過於正常生活 他這樣再搞下去的話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這麼嚴格的實施 比方說一個小區 小區所有的外面進來的人 每一個都要盤查 別的地方都不能進來 我就在這個小區裡面 因為去過大陸都知道 它是一個區域 我都要用這個共產黨的做法 這麼嚴格的去處理 可以做 可是你不能坐太久 坐太久的話 所有人都活不下去了 就是這兩個平衡 所以我們的學校是這樣子 學生會感染的機會非常少 學生如果有症狀 第一個就是他不要上學 學校的健康中心 護理人員處理 同時家長 一個班裡面 像我們H1N1的時候 等於照常病毒的通報模式 對 就是說你有兩個 三個 那麼我們就這一班停課 停課的時候 這家長就會非常關心 你通通延後上課 所有人都趴趴走 我這一班 那他的家長一定會管得很好 對不對 我們一個學校如果有三班 我們上次H1N1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好 有三個班 學校整個學校停課 對不對 但是目前應該盡量正常生活 因為這兩個之間有一個 那麼年輕人得到機會很少 所以我們把重點都放在中高齡者 像這一次一樣 因為小朋友很少 所以重點不應該放在大學生 高中生 年輕朋友 那麼這個防疫的物資應該 以前講過很多次了 用在這個高風型的人 還有照顧者身上 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就生產1千萬個口罩一天 我們也不夠用 對不對 所以我還有一個議題 我覺得疫情指揮中心 可能要面對的就是說 假如我們社區感染了 那口罩一定不夠用 那怎麼辦 是不是研究一下 口罩是不是可以重複使用 因為這個低端的東西 用完就丟了 現在如果真的不夠 現在有很多的說法 那是不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說因為病毒 離開人體 離開細胞有 很快就死亡了 所以事實上這個口罩 兩三天以後 你晒在太陽 吹吹風 是不是可以再重複使用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 口罩之亂 看著全世界的確診案例 中國大陸是最多 再來就是日本 可是你看這兩個國家 他們對於一些處理的方式 是截然不同的一種方式進行 中國大陸是用這種鐵碗 而且強制的方式在走 可是日本他們的有些做法 反而我們的看法就覺得 你怎麼看起來好像那麼輕忽 沒有錯 尤其現在傳著傳著說什麼 日本內閣包括安倍晉三 可能都有新冠肺炎的 這就恐怖了 對 高風險群是危機組就對了 而且甚至大家現在開始在比拉 就是說會不會日本東京 會成為第二個武漢 這聽起來非常嚇人 是 其實我們看 中國大陸最近有一些那種 雷厲風行的程度 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不是有點侵犯人權 因為在重慶核心鎮上 有人就看到這樣一個奇特的畫面 你看這四個人搬的東西 是到底要去幹嘛搬家嗎 不是 他搬的是麻將桌 旁邊還有人用大聲弓在喊 這個是違反資安管理條例 這個居然在這種防疫期間 還聚眾打麻將 這絕對不對 這要嚴加懲治 而且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人 這樣更增加這種感染的危險 就沿路這樣罵 然後就排入所去 他們現在因為風聲鶴唳的狀況 他們會這樣處理 我大概也可以理解他們心態 可是新加坡 現在給人家感覺神經很大條 因為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長 陳振生他在開會的時候 居然在嘲笑誰 嘲笑林鄭月娥 他說要是我們新加坡的政政務 都像林鄭月娥 開個記者會 還戴送醫療用外科口罩 新加坡醫療體系早就崩潰了 因為人民都對你失去信心 有這麼嚴重 會不會講得太誇張 然後他說我們新加坡人 搶衛生紙的行為相當丟臉 為什麼 香港人要擔心物資短缺 是因為他們的物資 從中國大陸來 我們的物資是從馬來西亞 跟印尼來的 衛生紙不會短缺 你們幹嘛表現如此愚蠢 而且就算沒有衛生紙 可以用水 你那麼緊張幹嘛 這個陳振生講話講這麼大聲 可是新加坡現在疫情 好像不是很樂觀 因為他604萬的新加坡 現在確診病例已經81例 而且好多群聚感染 他們算嚴重的 如果一個口比例來說 他比台灣嚴重多了 所以他怎麼會這麼老神在在 可是問題是 東京現在1394萬人 確診已經22例 而且有人說他現在像一個 另外一個武漢 為什麼 因為武漢我們知道 他到最後沒有辦法 就全部封城了 可是你看 第一個武漢一開始 是不是零星病例不斷出現 現在東京也是一樣 零星病例一直不斷出現 第二個感染源不明 這22例頭一大堆 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感染 也沒有旅遊史 也沒有接觸史 那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途徑追蹤困難 現在武漢是完全放棄了 因為已經大概找不到 零號病人到底是誰了 大概直接要去找速度或什麼 東京也是一樣 防疫不夠積極 我們知道武漢一開始 好像遲遲不肯 因為他們其實很早就知道 有出現狀況 可是一開始也是慢半拍 現在日本更誇張 他現在就說 你發燒37.5度以上 連續4天你才去就醫 甚至年收容就是隔離期 本來是說12.5天 已經比一般國家短 因為我們是14天 結果他說現在兩天就夠 他說你只要那種輕微症 看不出症狀了 兩天隔離沒有什麼問題 就繼續去上班了 這樣下去 東京會不會變成武漢第二 這大家都非常非常擔心 尤其是現在日本最容易 最被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安倍內閣搞不好淪陷 因為就是之前我們看到有個新聞 有個計程車司機受訪的時候 剛好就在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被告知確診 結果後來日本共同社 馬上又發了一個新聞說 現在不只是這個計程車司機確診 現在因為要做好隔離 我們這位女記者 還有其他實名工作人員 全部隔離 因為他們搭他這輛自乘車 是 因為他們全部都搭過他的車 可是現在這個女記者 是貼身采訪安倍晉三 跟他的秘書官的人 糗了 現在就算安倍晉三沒有被感染 他的秘書官跟他是不是聯繫 可能更密切 他被感染機率可能更高 秘書官會跟誰 會跟內閣大臣 跟內閣大臣的秘書官 全部都和在一起 然後不要忘記 昨天才發生一件事情 安倍晉三去接受國會議員炮轟 被罵了個滿頭包 安倍有戴口罩嗎 沒有 現場有任何人戴口罩嗎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第一個首相可能要被隔離 然後內閣可能要被隔離 甚至整個日本國會要被隔離 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日本如果變成這樣那多恐怖 可是我們看著 新冠病毒主要的發源的 出現的地方就在那武漢 可是你看到那在浙江這個地方 溫州這裡的狀況也滿嚴重 因為有些人就說 因為溫州商人到了武漢去工作 過了年回到了溫州 才產生這樣的狀況 可是有人就說 溫州的病毒跟武漢現在的病毒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對 我們就一直說 這個病毒非常的難纏 現在的話其實在Nature雜誌 還有WHO已經都出來背書了 就是說這個病毒的來源 是來自於這個橘頭符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目前的話發現 我們這邊的提皮膚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好 但是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出來 他們是做基因序列的比對 就比對出來之後就發現 我們這個新型的這個 我們現在叫做SARS-CoV-2 它其實跟這個橘頭符上面的 冠狀病毒的相似性 高達96% 可是聽到這邊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其實蝙蝠是一種 很特殊的動物 為什麼 因為牠的飽毒性很高 可是牠的發病率很低 也就是說 什麼毒進到牠身體 牠都沒事 對 牠竟然可以跟病毒相安無事 不知道是牠的免疫力 牠的免疫系統有超強的耐受性 還是什麼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就發現 其實牠有非常多的 例如說像SARS 還有這一次的COVID-19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伊波拉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狂犬病 可能都是來自於這個蝙蝠 可是我剛剛說 我們說牠相似性96% 差異差4對不對 這個4的差別怎麼來的 我們不知道 可是千聞你剛剛說了 4算什麼 網路上有新聞竟然說 還差40%對不對 牠竟然說溫州490例當中 40%是全新的病毒 這個病毒完全變異了 那就糟糕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 我剛剛不是說嗎 這個Nature跟WHO已經出來背書 這個96%的相似性 他其實他也有分析 這一次新的病毒 跟2003年的冠狀病毒 他們的相似性高達多少 79% 我算80好了 就表示他們的差別 才差多少而已 差20% 你這次就說差40% 這個不可能的 所以就有人說 這是謠言 但是疫情爆發了 這個是一個事實 大家一直要找治療的方法 可是話說回來 治療的方法是對於生病的人 但是從公共衛生學上 對廣大的人來講 對一個疾病最有效的 控制方法是什麼 就是打疫苗 就是打預防針 可是預防針的開發談何容易 要時間 沒錯 一般來說 最快兩年到五年 就是我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做出來 但是這一次因為非同小可 大家全部都下去做 澳洲馬上就說 我已經分離出了病毒 而且其實台大 我們這邊的研究團隊 也已經把病毒分離出來了 分離出病毒就表示什麼 我們知道病毒的長相 我們知道病毒上面的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可不可以當作抗原 因為疫苗預防這裡面 最重要就是要有抗原 這個抗原怎麼樣萃取 重劃出來 然後在我們的體內 能夠引起我們的免疫反應 能夠留下記憶效應 然後最大的重點就是 疫苗為什麼花這麼長時間 就是安全性 接下來的動物實驗 接下來的人體實驗 其實全部都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大家也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當然 剛剛已經跟大家說了 台大他其實已經 把這個病毒已經分離出來了 現在的話 有很多學者出來說 我們要組成一個平台 當然國衛院 連同中研院 連同國光生計 其實他們現在都已經投入 這個疫苗方面的研究 而且他們認為 當然現在也才2月而已 不過他們說應該明年 可能就有這個動物實驗 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所以其實不管 那還是要等到一年後 確實是這樣走 所以平常2年到5年 現在大概1年半18個月 已經提前非常多 但是我們不希望 不希望像SARS一樣 SARS開發出來之後 SARS就沒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就不再關注了 這一次希望能夠 好好的研究下去 把這次的疫情 從根源把它給撲滅掉 中國大陸正在滿頭 燒著忙著這個疫情之時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怎麼台海之間 包含了整個南海這邊的 區域的問題 好像這個時候 正在悄悄的浮現當中 你說到軍方的問題 我也想到 這一次你看大陸 大陸自己解放軍 也協助抗疫對不對 而且據說現在神秘的 解放軍服工廠曝光了 他們不生產軍服 這個時候生產的是 醫療防護衛 對 現在美國的軍機 軍艦 多次這個在台灣周圍出現 很多人就講說 是不是出現什麼怪怪的事情 解放軍是不是出狀況 疫情是不是失控 比方講近一週以來 美國就已經出現了 六次的軍事行動 昨天美國的海軍電針機 出現南海上空 EP31 大家就講 可能也許就是 疫情失控 老共出不來 我美國就開始來介入了 美國要來看一下 等一下這事情越遠越大 而且此外之前 殲-11 中共的殲-11不是也突出海峽中心 還鎖定傳言 說鎖定台灣的戰機 不過台灣的空軍是否認 好 現在一謀論是怎麼說 一謀論就講 就是說因為解放軍的海軍 都是密密的空間 封閉的空間 軍艦 潛艦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已經 爆發大規模的管染 可是解放軍又不歸你審視管 我不用上報 所以現在疫情就變得密而不宣 密而不宣 這是陰謀論在講 可是你說中共他難道不知道嗎 他其實也知道說 大家可能是在懷疑了 所以之前 你記不記得9號 10號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共軍的這個 所謂的繞台 轟流 對 轟流 繞台 軍演 他等於說有人就講說 這無疑就是中共 也知道你們現在在陰謀我 所以我就出來解釋一下 可是大家講說 戰鬥機 你畢竟就是只有 幾個人在操作而已 你這沒辦法證明什麼 除非你是海空連演 果然現在他們的山東艦 山東艦是他們的手燒的 自製的航空母艦 他制服以來 還沒有做過戰備演習 結果昨天就做了戰備的演練 這個陰謀論 現在似乎也被 他這個中共出來告訴你 沒這回事 為什麼 因為他大啦啦的告訴你說 我現在做的戰備演練 我的山東艦所有的 解放軍的官兵 沒有一個人被疫情感染 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他甚至在解放軍的海軍報 還很透明的公開公布 告訴你說 我有一個軍艦的艦長 現在在做隔離觀察 其實他大可以不用說 但他告訴你 透明 那個艦長還接受記者採訪 他說其實我大年初 我就早就提早回來部隊 我目的就是要做隔離觀察 我目的就是要讓 能夠早日投回部隊的服務 但是大家知道解放軍的軍服 是誰在製作的嗎 其實過去從未曝光 可是這次卻因為疫情 而意外的曝光了 就叫做這個計劃3502工廠 聽都沒聽過 光是計劃3502 他本來是在做解放軍的軍服 可是現在他被要求 24小時不停工 而且立開各外的伸展線 做醫療級的防護醫 馬上轉變做防護醫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他就曝光了 在哪裡 河北石家莊 你看這鏡頭 坦白講真的是很珍貴 因為從來沒看過 這裡頭他們在現在 為了要做醫療防護醫的缺乏 他們為了要補足這個產能 他們現在生產線改了 人不會做的就叫會做的人來 然後他們還24小時不停工 機器不停的運轉 一開始2月5號的時候 他本來只能做到7800多件 現在他一天可以做到45000多件 已經相當於全國產量的 1 3分以上了 這麼強的產能 大家去乘一乘 如果一年做下來的話 他可以做到1600多萬件 所以現在這個神秘的工廠曝光 因為他要在這個時候 提供足夠的醫療防護醫 你可以看到下個禮拜開始 小朋友針對這口罩的部分 可以一個禮拜你拿到4片的口罩了 但是大人來說 現在一個禮拜 還是只有2片的口罩 這也代表什麼意思 目前我們台灣的口罩的 生產量來說 看起來現在還是屬於一個 不夠的狀況 兩個問題請教助醫師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這次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他死亡的時候死得非常淒慘 這個是真的嗎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病毒很可怕 而且不斷的變異 所以這個接下來 未來看起來不太樂觀吧 挑戰更嚴峻 其實應該這樣講 第一個 他們是根據最近的 這三個個案的病理報告 就是說都是一些黏液 紐克斯這個 這跟以前我們腺味化不一樣 黏液的其實就像淹到水裡面 然後大家知道被溺水的人 到最後都是在求救的 都是在求救 求救 求救 所以他一直是清楚的 但是血氧一直打不上來 他一直覺得喘不過起來 然後到最後就是死亡 所以他們現在也針對這個情形 做了一部分的 可能會調整他的治療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肋骨唇不用 或者是可能對肺的 這個支持性療法就更重要了 怎麼樣讓痰變得更吸飽 比較能夠咳得出來 或者是說血氧能夠供應到 氧氣可以供應到血液裡面去 然後他就讓他病人能夠存活 他們也特別強調 只要血氧能夠拉上來 這個病人他就可以度過 存活力變高了 對 就可以度過重症 不像SARS那時候 就是一直壞 一直壞 壞到非要把你給打死一樣 不是 他只要覺得你血氧能夠交換了 血氧能夠起來了 這個病人大概就存活 所以我想根據這幾個病理的報告 因為我們也沒有看到這部分 在根據這幾個病理報告 可能會做一些治療 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這個樣子就可以把重症 他的死亡率降到最低 我想這個是一個好的方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到底誰感染 誰不感染 或者是怎麼樣才會變重症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 他既然是對AC2 receptor 有一些特異性 可能在年輕的小朋友 他呼吸道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是不是因為 對了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譬如說有高血壓的 有糖尿病的 或是抽菸的 他的AC2的 receptor比較不OK 然後這個病毒 就像鑰匙一樣 結合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再進入到了人體 所以我們如果保持一個 健康的身體 或是是比較年輕的 可能不用太擔心 他這個會變成重症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以後 看看要面對他的處理的方式 所以等於我們要長時間 可能就持續要面對 這樣的新冠病毒持續作戰 我剛剛特別講了 他可能在第一代的時候 是比較強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或者是在經過人傳人了之後 他會有一些變異 然後變成說他散佈力量 傳染力是很強的 致病力是很低的 所以我覺得像剛剛我們講的 怎麼樣去正確的面對流感 或是病毒的感染 感染了之後 怎麼去做預防跟治療 這才是在下半年 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 上半年大概就是焦土政策了 差不多就要過去了 該燒的燒 該清的清 該消毒的消毒了 下半年他再起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控制住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場長期看戰 看起來還要持續的打下去 沒有錯 沒完沒了 而且既然說到這個新冠病毒 傳染力這麼這麼的強 我還是要請教署長 就是日本 日本是個公衛大國 可是為什麼對於這一塊 這麼的薄弱 甚至他們到現在已經開始說了 很多的這些患者 他們不知道源頭在哪裡 傳染途徑在哪裡 已經越來越多這種狀況了 他就是把它當作 比較嚴重一點的流感 到現在還是 還是 但是這個政策應該是錯誤的 因為不是一個好的政策 但是他覺得說 我的醫療能力很強 當然另外一個是政治的考量 政治考量就是東奧 跟大陸 他一直還是跟大陸 這個 保持友好 保持友好 不要斷掉 將來當然他們會檢討 談到這個白牌時期 當然一個是他有這個共定 但還有很重要 他如果早一點發現的話 早一點給他支持性的治療 可能他不會這麼 不會往生 會往生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只要有 因為這個流感跟這個新冠肺炎 前面那一段很難分得清楚 所以現在最好的分法是什麼 因為新冠病毒的檢測 花的時間要長 對 我們的試劑有沒有那麼多 也是個問題 但是我們流感的篩檢 是有快篩 而且我們的武器非常多 所以我們只要有類似症狀的 應該先做流感的快篩 如果他不是流感 我們就要趕快 更擔心 更擔心 就是用這個 習慣病毒的檢測去處理 這樣的話 你第一個比較不會去漏掉 這些人 第二個你節省你的能力跟資源 因為你到時候如果真正從資源 去傳開的話 你的能力資源是有限的 你看我們這一次 這個保平號 你看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花了多少力氣 比較疑似的做了128個人 128 才做128個人 已經用了吃奶的力量 杜醫師一小補充對不對 對 我覺得 我們在看疫情的時候 都是回溯性看 日本其實在賭 因為他們日本到現在 只死一個個案 他把它放出去 就是一般的流感 如果這樣沒有把它封城 不再觀察 他覺得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又不會影響他的冬奧 大家不要忘了 北京也是2008的北京奧運 讓他繁榮起來 他其實在賭 你想想看 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都沒有個案 你會講日本怎麼樣 疫情做得非常棒 萬一有 對 萬一有了 他也假設他是輕症的 因為他重症的不多 他到現在就死一個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要有一種心態 敢做這種 但是不能以人民的性命來做實驗 但是你要對整個疫情的掌控 更了解的時候你就做 因為你到最後你現在封起來 把整個日本封起來 也是很危險的 對 你封完了他也苦了 他等到兩個禮拜或一個月之後 真的有疫情了 他再封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 思維不宜 對 我不相信 日本的醫療的長官們 他比我們笨 他一定有多方的考量 然後做出不同的決定 我們就等著看 兩個禮拜一個月之後 就很放棄了 就OOM 好 好